我入電台之前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再加上我悲觀的性格 因為我小時候壓抑得太多 那陣子我經常看姊妹 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我基本上是一個很少說話的人 無論別人跟我說什麼 基本上我是兩種反應 如果你跟我說開心的話 我會說沒用的 你跟我說不開心的話 我就會說 預料了 子華 子華 我老婆說了給我聽 她有寶寶 沒用的 她也說那個寶寶不是我的 預料了 子華 子華 老婆證實了真的有癌症 預料了 不過醫生說如果電台可能有機 沒用的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說這樣的人只會說這兩句話 怎麼做電台 我又做了 所以我就有很大的問題了 就是無論我做什麼節目 說什麼都好 我不斷都聽到心裡面 有一把聲音跟我說 沒用的 那你很麻煩 你這樣做節目 沒用的 沒用的 所以時不時我會弄一句抗衡 就是沒用的 預料了 所以你就會聽到我有時候會做節目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各位朋友 現時天文台錄得氣溫是攝氏32度 今天的氣溫是非常之熱的 預料了 對不起 相對濕度是百分之九十二 現時農場道一帶交通是非常之濕 因為發生了意外 那駕車人士已經預料了 時不時就是這樣 所以我做節目是很有問題 不過雖然有問題 我也有很多粉絲 他們經常都寫信給我的 沒用的 說起來也很難得 因為同樣是寫信 我的粉絲 比別的DJ的粉絲 就會付出很多 因為他們主要都是住在三水 和東莞一帶 他們很多時候寫信給我 就會問我一些很私人的問題 我都不懂得怎麼回答他們 因為主要都是有一間劉德華的 好 預料了 我呢